- 下一步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也不知道。- 我可不想出去啊。- 我也不想出去。- 那咱们都躲起来,都不出去。- 都躲起来,就是别进去了。- 都躲起来,就是别进去了。 - 对,千万别进去。- 那就只有出去。- 你一句话也都不会说的人,出去了,就死路一条?- 我犯了点事,条条都是死罪,进去了还不是死路一条。 陆局长 李局长 你好你好你好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刚刚接到省委领导的通知啊 让我陪一个外国投资考察机构的成员 去考察高速公路 实在是抱歉 那就再选个时间 那只有再选了 我现在这身不由己啊 那 陆局长快走吧 快迟到了 那 那那那我走了啊 再见啊 再见啊 反贪 就是贪官站在你面前呢 你也只能干瞪眼 陈阵了吧 哎呀 见机啊 你必须出去 哥 我宁愿到东北区团采梅工我也不想 不是你想不想和愿意不愿意的问题 必须如此只能如此 至于小曾 你要接受我的教训 杀了他 我和你不一样 你就算把小曾送到公安局警察院 他也说不出他拿半点什么东西 弟弟 你听我的 我犯了 他在这边 NASA 我做过了 那一天 我没想到 好像 您说我这事 你的问题呢 并不是你想象的样子 不过我今天来 我是想问你 陈建提逃跑以后 有可能跑到什么地方 找什么人落脚 那你这麻烦就大了 因为你跟他有个接触 所以我希望你能提供一些线索 我 我得借助于那个 侦魄需要科学 占谱也是一门科学 那还有谁对他知根知底 那当然是陆建伟了 除了他呢 那 那就是叶宗宪 罗いた 那是林医生的 我会让他一切 收费 找不到 我 好 注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觉怎么样 太不错 贴近自然 贴近绿色 你当老总的时候不一定有这闲工夫吧 是啊 要是在这儿搞旅游开发 绝对是一个一本万里的大生意 可以充分利用这儿的绿色系列食品 山林西旋资源 再把那个疗养院扩建它十倍到二十倍 统一管理 可以作为国内外有钱有闲 还有权阶层的休闲场所 李机长 那可真不得了 投资的事我是一窍不通 不过有没有人花钱往这山沟里钻 我觉得这事 当然 这个个人掏腰包的不会太多 不过 对中国公款消费能力 不管你怎么预测都不会过分 我说的可是实情啊 你说的话 我完全相信 对不起 杨川 是你啊 我挺好 我正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 和一个先生散步聊天 你等会儿啊 叶先生 喂 爸 我是紫青啊 你怎么样呢 爸 你怎么不说话呢 你突然来试试看 对 你把这件的撑在里面 不错 这颜色你穿得不错 挺好的 你让我现在 哎 小姐 你的呼机再写了 哎 刘老板 用不下电话 哎 这 这 这 来 来 来 是这个 哟 那你不亏了 哎呀 什么亏不亏的 都是老顾客了 电话坏了 没有 我小妹在熬电话粥呢 啊 做你的小妹可真幸福 那还用说 您想不想做 哎呀 杨川 什么时候又认了一个小妹了 只要是漂亮 不 老婆 只要是你的妹妹 那都是我的小妹 嗯 对不对 好吧 爸 我们先谈到这儿吧 爸 祝你身体健康 祝我们早日团聚 哎 你也保重 这一切都出乎我的想象 尤其是他对你的评价 这下是对女儿放心了吧 你们只是抓住了史达才 彩虹卢 可陈建基呢 距离结案还远着呢 对 所以你应该明白 我想知道的 不仅仅是这些 包括陈建基通过你在临海 在香港建立的关系网 还有 检察员内部 有没有陆建伟的人 不着急 你慢慢想 我一直保持沉默 是因为我在常宁市的官员 缺乏信任 把我推出来 完全是官场上 内部派系的斗争结果 你把这派人的事情讲出来 那派人不高兴 这派人就非至于你死地不渴 是越交代事情就越复杂 越扯越麻烦 现在看来我的揣测没有错 那陆建伟还没完全败下阵来 可事实就是越扯越清楚 你由一个走私主犯 成情为被迫邪从犯 由一个巨额资金行贿罪嫌疑人 成情为被动行贿 或集体行贿的直接责任人 你应该明白 这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你抓不住陈建基 陆建伟你是碰都不能碰 再说 万一陈建基死了呢 我不是要把牢底给坐穿吗 有那么悬吗 这是我研究中国法律的心得 只要你提供一丁点线索 我抓陈建基易如反掌 我看没那么容易 你给市里打过电话吗 打过 谈过案情吗 谈过 跟谁 跟你啊 现在我周围一片穿檐 说什么叶宗宪全面招供 把陆建伟和市里一大批领导 都供了出来 这怎么解释 我没空做解释 到处走风漏气 怎么回事嘛 让陶若阳对你的办公室车里 还有手机 通通做个检查 是销口电话 接 离海方面来电 说史达宅被捕的消息 不知道怎么泄漏了 陈建基已经知道了 本路隆 剛红 就是 广阳 身体 很快 真的 也看到了 我们末 我们 我们 局外人根本不了解案情 所有涉案的人呢 都采取了保密措施 还是发生了泄密事件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泄密事件 就发生在我们在座的人中间 我仔细地研究了一下 每个人报告的通讯记录 又仔细地和电信记录 对照了一下 结果呢 使我非常的失望 有三位同志的字数 和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出入 这三位同志是 李亚宁 康复简 慧小可 乔姐 我可以解释任何一次 通话的详细经过 并且 你们不要激动 我给你们充分解释的机会 我清楚地记得 在对叶宗县刚刚实施监控的时候 大家都心照不宣 显然还是发生了泄密事件 这是第一次 李亚宁刚到沿江市 第二次 追捕洪副市长的小儿子 是第三次 我们对陈建基实施了近距离的 全方位的监控 他居然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化妆逃跑 这无疑是泄密事件导致的严重后果 这是第四次 最后 我们采取了高度保密的措施 陈建基还是得知了史达台被捕的消息 这是第五次 五次泄密 同志们 你们看看 这叫什么专案组 这叫什么反弹局 这算什么检察官 像我们这种样子 如何能够担当起反腐败的重任 公检察长 恕我严重 你在检察系统工作也三十多年了 像这样接二连三的泄密事件 你一辈子经历过几次 这在全国检察系统 算不算嗨人听闻 从现在起 反弹局专案组停止工作 由我直接负责 当前的首要任务 是彻底追查泄密事件 严肃地处理泄密人员 李雅宁 跟我走 全体同志注意了 把手头的工作全都放下 立刻到大会议室集合 快点 开始吧 你们两个 你到那个办公室 你到那个办公室 好吧 我等你 你去三个 哪儿 你到这边 忍拐 你 没答案 你 快点